字幕志愿者 蝎废 怎麼樣一個完美的面向 叫做三屏五眼 額頭的面積 跟就是眉毛到你鼻頭的這個面積 還有包括就是 你鼻頭以下到下巴的面積 比例是差不多相近的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三屏 這個在面相裡面超級棒 但是對於雪碧而言 它可能就 不行 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做了這一些項目 然後比較開運 一個通告可以是代言費 可能可以破版 可以到版之類的 有 真的有 好 妳總共花費有沒有算過 一台跑車在臉上吧 臉就一台跑車 請問全身夾起來是 美毛很重要 因為有句話叫做 藏筋於骨 現筋於眉 很多的彩妝師 首先會先看眉毛 因為當眉毛很少的時候 它也代表一件事情 對 可是運用看運妝 我把它密補起來的話 能夠把這部分的缺陷 把它填補回來 天啊 你很像同男同女 歡迎收看 健康臨距離 臨於白痴作惠 健康吃百里 其實我們健康臨距離 談的這個話題 是還滿多元的 對 很多元的 我們有從這個拜拜的食物 該怎麼樣準備 怎麼清除魚 然後到你這個下體的整形 要美 要 漂亮 讓人家覺得可口 讓我們的歐醫師 瞬間在網路上火紅 今天我們也找來了這個 非常會下體整形的歐醫師 他最懂的就是 開運整形 開運整形 人家說臉長得好 有開運 那就會很老的人緣 是 沒錯 很多人其實現在 對於整形是不忌諱的 整容這個話題 我們說十年前人家說 你這個鼻子 沒有 這真的喔 拜託 你這個下巴好像有點長 哪裡長 短到疤 拜託 你是不是跌倒了 你跌倒了最變長 我其實不是 我這應該是我從掉下來說 應該從地板朝下 才會變這樣子 你這個算是可愛的狀態 有些人就是臉部 有一些變化了之後 大家說你是想要變漂亮嗎 他說沒有 其實我想要開運 今天我們化身為 開運鑑定健康節目 要告訴大家怎麼樣 可以真正作對 開運的美容方法 不過其實 雖然說現在民風比較開放了 但要敢承認自己 光是躺著進去手術房 整形超過十次的女藝人 我看就只有她了 沒錯 我們來歡迎我們 女藝人代表 雪碧 哈囉 大家好 豬人變女神 貴人自然來 然後貴人多多 不求人 不過我們剛剛講說 討論了下體漂亮開運的 我們的歐醫師 今天也來到現場 原來上面的臉 她也非常的在行 我們歡迎我們的 歐冠文 歐醫師 只可以釋切建議 喬手打造 加分好狀態 其實有些人說 我想要開運 但是沒有像雪碧 這麼有勇氣 我沒有辦法去找歐醫師 那怎麼辦呢 開架式美妝 也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 只要你懂得化妝 像是大家有沒有覺得 你有沒有覺得我今天氣色很不錯 雪 雪 你一直氣色都非常棒 那你覺得怎麼樣 我的運勢 當然有桃花的感覺嗎 盒子桃花 應該是貴人朵朵開 貴人朵朵來 來 讓我有這樣子面向的 我們的大工程 歡迎我們的頂級化妝師 吳俊勳 彩妝學得好 讓你開運桃花 沒煩惱 我跟你講 剛剛我就在這個化妝室 看到了一個風度翩翩 堪稱人間行走仙人 這樣又帥氣 而且面向 看起來就是風頭大 非常非常的有好運的感覺 沒想到他就是我們今天的 面向老師 我們來歡迎我們面向老師 李行 李老師 哈囉 大家好 面容整得好 運勢一定好 聽到李行老師 你就要知道有一句話 選擇李行 你一定行 沒錯 對 據說給他改過 稍微微調之後 每一個人都大紅大紫 誰必今天可以認識他 怕給他看面向 我就想去診了 他說我那一步好 我就隔天又預約醫院了 天啊 你是這麼行動派 隔天就去做 對 我會 就是像微診的話 我也是前三天才去買眉骨 然後又去拉線 前幾天打嘴巴 所以現在還是有點腫 對 買眉骨 你到底全身上下 動了哪些地方 太多了 我只能說沒動的地方好了 哪裡沒動 我看一下 什麼金鸚 金鸚 像內地有流行 什麼金鸚耳 耳朵我就沒去動 對 然後什麼說人中 那個我就沒動 還有那個 消骨我就沒去做 因為人家說 消骨很容易變老 就是你的骨頭的支撐力 會消掉 然後你的臉就沒有 那骨相就會垂下來 就會很容易變老 因為我有二十幾歲的 女生朋友 他去消骨 結果他看起來像三十幾歲 他臉垂得很快 就大概四五年 就差不多了 可是雪碧 我看你這個沒有消骨的話 你已經是很漂亮的 美人胚子了 為什麼你要動 那麼多次的 沒有 其實我之前消骨 我就是逼著那個院長 就說我一定要消骨 因為我很討厭這個佼佼 因為那時候 那不是一個自然的事情嗎 就是 你看我們的 這個就 很立體 因為他不靠臉吃飯 我靠臉吃飯 沒錯 我靠臉跟身材吃飯 他不靠臉 他靠他內涵就可以了 謝謝 女生我們要比喻成一本書 如果你沒有封面的話 人家不會想把你掀開出來 對 所以我覺得 你外表要好看的話 人家才會想要知道 你內在是怎樣的內在 對 所以我沒有消這個骨 那個院長就跟我說 今年流行這邊沒有線條 明年可能就流行這邊有線條 你千萬不要消骨 而且消骨會有兩個 可能你會面癱 臉會就是 癱快 然後可能你左右可能 嘴巴會歪斜 對 他把後遺症 有可能會後遺症 都給我講出來 他說 其實你有一點點的不完美 就代表那個是你的特色 那我就不消骨了 我也不做顴骨內推 因為我顴骨也滿凸的 然後這裡對 也是需要做的 兩年 三年以後 我會開始覺得說 我做的這些決定是對的 真的 因為太多女生臉就垮掉 而且比我還年輕的 就是二十幾歲那一些 現在都已經在做大拉皮 五爪拉皮 什麼皮 什麼拉皮 他們還有剪皮 拉皮都有 對 可是既然這樣子 你守護了你的骨頭 我守護了我的骨頭 對 那你其他地方 你怎麼不會這樣覺得 是你的特色呢 也是開運嗎 對 真的有差 因為你鼻子一立體的話 你整個臉的面向就會有差 然後就悄悄的變美 因為我是走悄悄路程 就是從十八歲就開始弄了 十八歲 成年 要成年 那你這樣子零零種種 走到了現在 做了十幾二十項 甚至微整可能有上百個 對 那你總共花費有沒有算過 就 然後一台跑車在臉上吧 對啊 就是算一算 我真的有仔細算過 然後還寫一個白紙 然後一直在那邊寫 哇 這個紙寫不完 放下一張 我就在那邊寫 還想價格 因為以前的價格 跟現在的價格又不一樣 以前整形可能四萬五萬就有了 現在可能要十五萬 然後到後來可能要三十幾萬 對 然後年齡總統加一加 哇 我算不出來 兩張字也寫不出來 你臉就一台跑車 前面全身加起來是 移動豪宅嗎 沒有沒有 一套小 東區可以小套房吧 對啊 你之後還會再去弄嗎 會 還會啊 你不會覺得自己已經夠完美了 我直接說 就做鼻子鼻頭的東西 它是我們自己身體的一部分 就像耳骨 耳骨 對 然後會被我們吸收 被我們吸收以後它就會 就會就是會變低 所以我以後可能就 頂多再去做個鼻子而已吧 對 頂多 頂多 可是像我們那個 我常常那個 給那個艾莫斯 我們吳俊勳化妝 他就會 這邊就給我打一些陰影 我看起來鼻子就已經很高了 力氣了 你看化妝就可以搞定了 真心 它是一勞永逸的東西 可是你到後來 還是要靠就是 像說人中我就不敢做 因為它是太近的手術 而且我看我朋友 這邊鼻子都有個白白的 我都以為他流鼻涕 然後他人中說完以後 反正這樣子 可是還是又回來 回來一點 又拉長了 對 又拉了 因為我們臉部會拉扯 我不想變成像流鼻涕的樣子 那我就把我嘴巴大 翹一點 讓這邊接近一點 或是靠化妝的效果 去變通一下 把這邊縮短一點 看起來 看起來 要達到效果了 其實化妝就可以了 只是我覺得整形就不用 化妝要畫那麼久 以前化妝可能要50分鐘 現在化妝可能 10分鐘就可以了 對 像你臥床畫大一點 這邊短一點 就會變得可愛 他要跟你搶 沒有 沒有 不敢 不敢 可以 我們OE是很多這樣子的一個客人 只是為了 其實已經長得很漂亮 然後也很完美了 但還是跑去找你們嗎 我覺得有 還是很多 大家都變得非常的追求完美 因為我覺得網路的照片 它就是對稱 我每次都跟他說 你看我的眼睛 我眼睛就大小眼 我覺得還好 可是大小眼是 我覺得每個人的臉 都是不對稱的 像我也是有大小眼 我覺得妳超級專業 妳簡直比我更要專業 不好意思 真的 已經研究成精了 我覺得應該 應該是跟個人的人格特質有關 有沒有哪一種八字的人 他們是特別熱愛整形的 其實如果我們從 子惟斗數的角度去看 就是看一個人的個人 那像比方如果命工有出現 像什麼 貪狼心 連真心 或者是像紅卵心 因為有這三顆心 代表就是說它一心圓比較好 那一心圓比較好就是 至少我在外顯的部分 會有一個特別的人格特質 這人格特質會突顯出來什麼呢 我比較愛漂亮 愛漂亮不一定會去整 但是跟一般人比較起來 他們會去整的機率會比較大 好 那除此之外 我們也常在講就是 每一年都會所謂的流年運 走到這個 剛剛講的這個 比方說貪狼的運 或紅卵心動的時候 就會開始萌生 想要去整的這個想法 跟食運有關 心動格特質有關 不過我覺得女生愛美應該是天性 像吳俊勳他有畫過很多我們的 不管主播或是明星 有沒有那一些大家都最在意的點 每一次都會叫你加強的 最常見的是哪一些 我覺得最常見的基本上就是像 我們的 然後眉毛對不對稱 眼睛大小眼的問題 因為其實在鏡頭上面那個比例 經過壓縮之後其實都是非常明顯 所以只要有一點點瑕疵 大家都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愛漂亮 真的是越來越追求很細節很細緻 所以基本上如果能夠透過 醫美或是彩妝的方式去做調整 大家都是很樂意去做 我覺得 雪碧一定很認同了 你看化妝師竟然也是認同你的 用眼睛真的很痛 它是半麻醉 所以能做少次就不要做太多次 但是妳做了蠻多的 前三名最想動的 妳好像都已經配合到了 對啊 因為我從小就先以鼻子為主 因為我那時候有一點霜眼皮 內霜 然後我想說鼻子做起來的話 眼睛就應該會好看 對 都有好看一點 可是我覺得就是一些連不夠精緻 我剛剛看到我嚇一跳 我想說這是以前的我嗎 妳太久沒有看自己的環境了 因為那些照片都是我從 妳沒有把它燒掉嗎 我有點想燒人 我超想燒掉的 我願意樂隊的過去都會把它燒掉 像是前男友的情書 或者是什麼照片 我連前男友的照片都在裡面 我真的覺得我朋友是整形之後 他把他所有的畢業經驗冊全部都燒掉 我說妳幹嘛要這麼做 他就說他怕以後他的對象 然後就是去他家不小心翻到 這個怎麼妳長這樣 其實是不會 我都會讓我歷代男朋友 這樣講歷代很奇怪 就是讓他們知道我有整形過 然後給他們看我之前長什麼樣子 這樣妳就會愛全部的我 就是 對 反正妳遲早會知道 那不如早知道 早知道的話 不能接受那我就分手 就這樣子 對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一點 妳第一次的整容前後 主要動的是 雙眼皮 鼻子跟下巴 這就是大家最想整的前三名對不對 我們2022年有一個國際美容協會 它有一個統計 就是你知道全球 就是做得最多的整容手術 因為它是全球 所以第一名是抽脂 然後第二名是龍乳 然後第三名 都是身體的 對 第三名才是眼睛的手術 可是這個是全球的統計 對啊 可是你知道 東方人跟西方人 其實他們的五官很不一樣 西方人的眼睛都很大 然後鼻子都很高 所以他們的這個手術 就沒有任我們熱門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亞洲的數據 那亞洲的數據 第一名就是眼睛的手術 對 因為我們就真的 對 因為縫雙眼皮是一個小手術 然後很多人都單眼皮 希望眼睛大一點 然後第二名反而是 這是日本的數據 第二名是拉皮 拉皮 對 我也覺得滿驚訝的 好驚訝 對 可是在日本 然後第三名才是 甚至因為在日本 就是有錢做整型的人 年紀都可能要有錢 或者是年紀大了一點 然後他們需要的 可能就是拉皮 拉皮 因為我最近有一些貴婦朋友 他們就在揪團 一起拉皮嗎 他們大概四十幾歲 對 四十幾 五十歲 然後他們就說 淋雨 淋雨 妳知道嗎 我們這個團 算是妳現在還太年輕 妳沒辦法跟在十年後 妳可以跟我們的團 我們現在就是打算要做 那個五角拉皮 五角拉皮 她就這樣子 她就這樣 對 她一天就跟我見面的時候 她就這樣 我說 姐 妳怎麼了 我說 沒有啦 沒事 我很快就會好的 我上個禮拜去做的 我說妳這個確定會好嗎 她說 我現在還有一點做 有一點做 沒關係 我之後就會好了 一個月後我們再見面這樣 她說她是一堆貴婦 都是去做這個 而且是團抱的 對 我覺得這滿好的 對 因為五爪拉皮 它最重要的就是 把妳的眉毛提上去 對 我覺得很多 眼睛會變大 對 而且看起來變年輕 可是我們也有認識那種 就是比較老的老師 他超喜歡把妳拉超高 就拉超高 眼睛太掉出來的感覺 真的 對 老師就覺得 這樣子才是漂亮 就是眉毛一定有這樣 對 但我們現在就 比較走自然 不會硬給妳拉這麼高 妳這麼年輕 跑去拉皮幹什麼 我也不知道 醫生為什麼要順便拉 順便推搶妳是不是 因為我只是想要提美 然後她就順便就是 又順便了 順便就是順便割 割了 她就說妳髮技線過高 然後把我髮技線往前 然後剪皮 剪三公分 然後就 三公分很長 三公分啊 可是我以前 我以前髮技線很後面 快到 很像清朝人耶 我沒有看過到妳的照片 離清朝人還有一點 沒有 因為年紀大了 女生髮技線真的會 越來越往紅 對 然後如果 那那時候因為要拉嘛 一定會更後面 所以她順便剪掉 然後再順便放那個墊片 順便放那個墊片 就是額頭的墊片 讓我的額頭更飽滿 對 因為我很早就做 額頭的那個墊片手術 是矽膠 然後現在有個新的那個材詞 叫做 人工骨髓泥 對 然後 這人家以前都打在脊髓裡面的 對 類似這種 它是一個材質 然後它就會變成一個藝術 妳好專業 妳不愧是護理師 劉B 沒有 她也超級專業的 對 然後她就是 有一個形狀 她發現 而且她可以墊到這邊來 因為以前的墊片只能墊這邊 對 然後現在墊片是可以墊到眉骨 然後到這邊 可是要玻璃比較多啦 玻璃比較多啦 比較恐怖一點啦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額頭手術還滿恐怖的 是真的 光想就覺得好可怕 我做兩次 沒有很常見耶 我還定骨釘 骨釘 我拔起來 五爪嘛 對 我們現在都做五爪 因為我墊片 它要把那個墊片固定 所以我那時候第一次就有骨釘了 然後第二次它就拔起來 再定別的 妳都不怕老了會有後遺症 我比較 活在當下 我就活在當下好了 等老了再去做 已經來不及了 像我很多女生朋友 她們就是可能35歲才去整型 她們就一直就很後悔 就說我早知道 早知道就早一點聾了 早做早享受 對 早做 早做 早 早事業成功 真的啊 我就是有一本 有一個YouTuber 就是有一個女生 她二十幾歲而已 然後她就說 妳看啊 我這麼早就做胸部了 比你們早用十年 這樣子 我就說 我比你們早用十年 所以我划算 我很划算 就這樣跟我講 我就知道 媽媽同一筆錢 然後來找享受 對 好 那我們李老師是不是 碰過這樣子的客人呢 好 那我們講說 怎麼樣一個 完美的一個面相是嗎 其實面相在我看起來 就是一個比例 比例要勻稱 如果我們講一個大方向的話 其實有一個名稱叫做 三庭五眼 所謂三庭 就人像學者就是說 上庭 中庭 下庭 那上庭的一個範圍呢 就是相當於說我們的額頭 那各位朋友很簡單 你可以試著把你的手掌拿出來 先放在你的額頭 然後對著你的鏡子這樣子照 只要你的額頭的面積 跟眉毛到你鼻頭的面積 還有包括就是你鼻頭 以下到下巴的面積 假設說比例是差不多相近的 那就面相學而言的話 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三庭 好 那在於三庭來說的話 為什麼三庭重要 因為它分別代表就是說 我的早年 中年還有所謂的晚年 所以像剛剛雪碧有講到說 縮人中這件事情 其實單純如果就人像學的話 是有點不建議 因為我們年輕的時候都很辛苦 我們辛苦就是希望在老年的時候 可以享受到那個 我中年付出的成果 如果我把人中縮短的話 那在老年就會比較更辛苦一些 對 那就比較可惜 因為其實那些 對 他們整形的話 他們沒有想到這些後果 對 然後我做太多功課了 我有看過失敗的案例 所以我就會怕 因為就是巨蟹座比較未籌謀 我們會想到 萬一我做這個失敗的話 妳也真的很矛盾 妳還活在當下 人心只有美的慾望 美的慾望 至少我沒有說人中 至少我沒有說人中跟蕭谷 對 我有 妳的底線已經很後退了 好啦 我直接問妳 妳們最想要成為哪一類型的 就有沒有什麼完美整形半本 以前我們都講說什麼 Angela Baby或什麼的 對 我覺得像昆寧就不錯了 不是 是因為 她嫁給周杰倫 這一切都很好嗎 因為她就是長得很漂亮 才能嫁給周杰倫 對啊 來 我們問一下老師們 長得美 真的代表面相好嗎 還是我們就像雪碧一樣 就是說因為她嫁給周杰倫 所以她就是面相很好 我要長得像她一樣 其實我覺得美這個沒有既定的標準 如果我們真的要講的話 就我們人像學的話 我們會分所謂的這個 色相美跟相立美 所謂的色相美就比方說 雪碧看起來很漂亮 身材很好 就直接是一個感官的感受的話 這個就所謂的色相美 但是我們講中國的傳統人像的話 比方說 雙架八 這個在面相裡面超級棒 但是對於雪碧而已 不行 不能接受 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其實現在 我們在中國傳統的面相 一直嘗試的就是 比方說和歐醫師 一些醫美 一直想盡辦法再結合 或者說我們盡可能跟 開運彩妝來做結合 希望就是真的能夠做到 所謂的色相美跟相立美 可以達到一個平衡點 這個就是最棒的 照理來講 我們以醫美角度 包括剛剛李星老師跟我們講的 這個 在整形的項目 它是關乎哪一些呢 好的面相就是 就是讓人家覺得 你看起來精神狀態很好 很幸福這樣 其實我覺得就是有一點像 我們網路上看到的名媛臉 對 像是我覺得誰很符合呢 就像是侯佩晨 或者是蔡依山 或者像是淋雨這樣子 我覺得他們共同的面相就是 第一個他們的額頭是飽滿的 然後他們的 然後眼睛跟眉毛中間的距離 是開闊的 然後他的蘋果肌跟下巴都是飽滿的 然後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呢 就是這些人臉上都常常有笑容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到底有沒有所謂的這個整形 就是開域 還是有些人覺得是破象呢 那它到底算不算破象 其實我覺得整形它不算是破象 或者我這麼說 整形或者是說我們做一些處理 只要它沒有留疤 沒有留不可修復的疤 它都不算是破象 對 那如果像雪碧這種就是可能 它的疤是用頭髮或什麼東西遮住的 你也有去文法際線喔 有 還有那個 你什麼都有做 我的疤痕是鋸齒的 鋸齒 鋸齒 有 真的有 所以這種就是你要 剪皮 然後它留的 你要仔細看 才能夠看得到的這一種 這一種疤 有一點點鋸齒狀 不仔細看 看不到 這種算破象嗎 好 我當然必須這麼說 它跟原裝或就是沒有動之前 那肯定是不能比 但如果說能夠做到像雪碧這樣子 我盡可能去修復 去遮蓋 那其實能夠做到99分 它也不能說是破象 其實擦那個除疤就可以了 除疤的那個一個很厲害的 就可以用了 努力一點除疤 盡量把它弄小這樣子 像其實有很多 我比方說發生重大意外的 對 現在其實有很多 非常專業的醫美的醫生 會想盡辦法去把它盡可能 去修復成原來的狀態 但是盡可能修復 絕對不可能我做到百分之百 跟原來的一模一樣 但其實我只要眼睛看不出來 那個就不算是破象 歐醫師剛剛聽得不可思議對不對 他連頭皮這邊都要來給他剪短 對啊 可是我覺得他真的很勇敢 因為你看雪碧這樣子 現在這麼漂亮 狀態這麼好 可是其實這個手術是 你知道我們手術的時候是怎麼做的嗎 我們在手術的時候就是這樣把頭皮割開 割開以後我們會用一個很像鑿子的東西 去把你的頭皮跟骨頭 對 這樣卡卡卡卡 分開以後把你的頭這樣 撕到這裡來 撕到這邊 對 撕到這邊 對 撕到這裡來 沒有 我有拍影片 所以我覺得他真的很勇敢 可以來看我影片 對 先看我影片 先實習這樣子 我們現在已經不那麼寫線 我們現在都做五爪 五爪就是從幾個小小的洞進去 對 好 但是我們真的有做了這些項目 然後比較開運的嗎 你逐年做了這些 你真的逐年的運氣都變好了嗎 錢越賺越多啊 真的 然後你的圈子跟 你的圈子也會改變 然後還有就是 接近你的人的氣產也會不一樣 貴了很多 然後他們都會來跟我講很多資源 對 那我做哪裡最開運的 我覺得是眼鏡 對 因為我眼睛之前 有一陣子就是過瘦 然後我眼睛凹了 所以我有去補脂肪到眼睛 然後在眼睛用隔的 然後再把眼窩的凹陷 用肚子的脂肪去補 對 蓬蓬的 對 那眼睛就是看起來像這樣子 年輕很多 對 年輕很多 然後就會 人家一看到你 你就看到你眼睛 像你看到我也看到眼睛 也是 那我就這樣看你 好萌喔 來 推鏡頭放電 有什麼可以合作的嗎 簽了 給他簽一下 這可以簽一下 這是真的耶 這可以簽一下 你知道有一個研究 它就是說 長得比較好看的 或是顏值比較高的人 他在收入跟工作成就上 都會比較高 這其實有一點殘酷 可是外表就是 其實就是一個工具 對 你如果長得好看 小時候老師就比較不會罵你 然後可能你面試的時候 考官對你的印象就比較好 然後另外就是 可能邊比較不會拒絕你 對 像我以前拍內衣 然後拍 到後來我的 每個月可能從10萬 20萬 30萬 然後到逐年就一定增加 沒有減過 對 就是case越來越多 然後一次case的價格更多 可能之前 可能一次case才1 2萬而已 然後到現在 可能一個通告case的代言費 可能可以個10百千萬 10萬百萬 可以破百 可以到百之類 代言而已 就是只是你的面相 就是我覺得額頭吧 額頭也有差 因為額頭可以讓 整個臉看起來很溫和 而且額頭我覺得 滿有開運的效果 不過為了開運來找我手術的 我覺得最常最常見 就為了面相最常最常見的是 浮氣功 對 我是浮氣功也有活 它就是 有些人可能感情不好 我就會覺得這裡太熬了 然後找一下就會把它填滿 可是其實微整也可以 微整用副料房就可以了 對 填一填就填 哪裡凹的填那邊 然後就跟老公吵架就來填一下 對 跟老公吵架就來填一下 有 我覺得有差 我覺得人的運命搞不好改變之後 你的面相就真的會改變 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們要問問李行老師 真的整形之後就會開運嗎 我先講整形其實會開運 或者我們這麼說 開運其實它有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基本原則 就是我心要開 心要開其實代表就是說 就像雪碧講的 我人有自信 譬如說我從小被人家講說 我鼻樑很塌 我鼻孔壞翻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不自覺看人都是頭低低的 可是哪一天 萬一我去做一個調整之後 我不再是以前這種狀態了 我自然而然就會抬頭挺胸 我相信雪碧現在面對任何人 從來沒有低頭過 都是抬頭挺胸的 我在一群美女 人造美女當中 就是什麼party啊 什麼地方 我就這樣子 就直接這樣走進去 然後坐著就直接這樣坐著 是 所以我覺得在經過調整之後 其實你就會發現 我自己就是我個人的品牌 我的臉 就是我的品牌 那我站出來之後 其實我要推銷我自己 我講話就會更有說服力 那不管在事業上啦 人際關係啦 或是說在桃花上面 對 你自覺的 其實 永遠我都一直都被加賴 對 一直被加賴 但是同時 這個應該也是有這個 想說不要那麼激進 用溫和一點的方式 來改變自己面向 去學這種化妝術 有 像剛才講的那個 夫妻功的部分 其實我們有時候 如果說被我們化妝的藝人 或主持人 他們基本上夫妻功太好 那基本上我們可以 用一些打亮的方式 幫他在這邊 或是粉底提亮一個色號 讓他這邊看起來比較膨潤 然後或者是髮令啊 淚溝 都用比較提亮的顏色去加強 那看起來就會 圓潤飽滿一點點 對 其實也 如果化妝基本上 這些小技巧都可以使用的好的話 也不一定要都 透過整形來去做調整 不過就是要有專業的人 一直跟著你 對 因為我常常也是會看人家怎麼化妝 就是看平台 就看一下怎麼化妝 因為有時候化妝你不一定要 就是還是說人中 因為你人中要近一點的話 你可以打 然後再加化妝 然後這邊就是畫一個 畫一個就是 畫一個小V 對… 在唇峰的這個地方 對 就稍微提亮 先稍微粉底蓋一下 再用珠光的顏色 把它做一個提亮 然後腮紅的位置 正面的視覺上面看起來 這邊就會比較翹 你真的很在意人中 因為我自從看到我朋友 那個流鼻涕的疤痕 我就不敢做 我們聽到討論度比較高的是 說鼻翼 我超不見人家說鼻翼 說鼻翼是有 據說人家說鼻子是大鼻子才酷 鼻子大的人 我們都講這個男生可能性能力 比較強 再不然就比較有錢 我聽說的啦 我是沒有驗證過 來 林安老師是這樣子嗎 你現在是要針對 男性那一塊回答 還是鼻子那一塊 我跟你們平常也鑑定了蠻多的 我懂 老師我鼻子常常被說很漂亮 OK 好 是不錯 那個鼻子真的很好 其實鼻子 它代表才酷是沒有錯 但是我個人會認為說 因為面向我們每個階段 如果我沒有特別去做調整的話 每個階段都在變 所以我個人會認為說 我們講說什麼財庫這件事情 還是回歸到我們個人的一個 真正的一個理財的一個觀念 很簡單一個邏輯 如果說我把我的鼻子 弄得比成龍還大 但是我就是一天到晚 就是花天酒地的 我肯定是存不了錢 可是同一個道理 如果說我很懂得理財 那即便我覺得我鼻子太大了 我縮小一點點 其實我的財富 也不會因為這樣子而有變少 同一個道理 今天如果說你真的很厲害 不會因為你鼻子縮小 你的另外一半而埋怨你 同樣的一個概念 好險我鼻子很大 可是我們剛剛有講了 就是說我們常常會拿一些 就是熱門的販粉 說好我想整成販賓名 我想整成那個誰 我想整成那個誰 那我真的成功了 我變成小昆林了 可是我的命真的會變成 跟昆林一樣嗎 這個問題很多人問耶 其實這概念就有點像喔 比方說同樣的名字 世界上跟你同名同姓的很多 然後八字一樣的也很多 那為什麼最後每個人的 命運發展都不一樣 我只能說相同面向 它只代表說在面向上面 你跟另外一個人 你們是在同樣的一個起跑點 可是你們生活的環境不一樣 你們的家人給予你們從小的一個 教育不一樣 那這個時候在起跑點上面 慢慢慢慢隨著時間的這個眼鏡 它就會開始有一些分歧出來 所以我覺得還是回歸到個人 很多人會找我做什麼 做什麼桃花的布局 結果他做桃花布局之後 然後都在家裡 對 在家裡 對 我就問他說你是期待這個 那個突然有一天Full Panda 過來跟你一天做成嗎 那這個 其實會有帥哥丟進你們家 就是啊 等於說我們行動 也必須要去做相應的變化 你想要成為怎麼樣的人 不只面向要整 然後那你可能也要 行動要跟上 那一類的人 那整形有沒有什麼熱門的時段呢 過年前一定是我們整形外科 最忙的 那為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這一切都跟錢有關係 過年前就大概有領到年終 對 而且你過年以後 就是剛好一個年假 你如果整個臉很腫 剛好有那個年假可以修復 過完年之後 大家就突然覺得你變美了 對 所以過年前真的非常的忙碌 那接下來就是 再來過年完 就是三 四 五 六 月就是淡季 你知道為什麼會淡嗎 一個是過年前錢花完了 然後第二個是 五 六 月 好可哉喔 對 然後再來是五 六 月要幹嘛 要繳稅了 對 所以三 四 五 六 月就是一個淡季 六 月可能會好一點 因為又有一個六月新娘 對 然後再來就是七 八月 七 八月會很明顯 很多 學生會出來 因為我就是學生之一 對 就很多小小的手術 我從大學整一直整整整整整 眼睛啊 這種便宜的小手術 打雷射啊 七 八月就會有這種學生來 然後九月 然後開學了 開學了超級明顯 媽媽出現了 對 媽媽出現了 就需要整身體啊 整臉的媽媽就會出現 對 不過呢 其實整型要成功的話 這個事前準備要很多 那你有失敗過嗎 有失敗過 一定有啊 有什麼後遺症嗎 我們還是要 因為我們前面 後遺症就會覺得 我們好像很鼓勵整型 不然我沒有 其實我沒有很鼓勵 真的 那我當然有失敗的啊 就是之前下巴 就是現在這個下巴 就是現在這個下巴 其實我覺得做得沒有很好 我覺得很不錯 沒有 其實我是靠後天補的 因為它這邊有個凹 因為我以前做小S的小U 我覺得太自然 然後我現在做大U 那你可以想像 這邊沒有順著補 沒有用那個志祺脂肪去補的話 是什麼樣子嗎 就是陳維銘啊 然後這邊整個臉凹啊 就會整個臉很凹 因為我那時候做太大了 可是我現在又不想把它拿出來 好 對 我們來問一下 歐醫師有沒有什麼樣的 誇張的這個失敗的案例 或後遺症 來警示一下好了 因為其實我覺得 就是雪碧真的看不太出 對 因為它看不太出來 我想像 安全的整形 其實還是要選擇安全的產品 跟最好是有經驗的醫師 因為現在網路非常發達 你要做一個整形前 你一定要去好好的去網路上 我看這個醫生的案例 看這個醫生的評價 有 我都有 對 就算是你打玻尿酸 這麼簡單的事情 它其實也有一些很慘的案例 對 大家應該有時候會在新聞上 之前有一個人好像是一個網紅 他就是跟一個醫師合作打玻尿酸 其實不只是玻尿酸 所有的填充物 打進血管都會出事 什麼擦擦絲 什麼什麼擦擦膠原蛋白 打進血管就會出事 比較輕的塞到皮膚 它就是皮膚壞死 它走進眼睛 會嚇掉 真的 對 它走進 會腦中風 有 整形 就是除了合法醫師 跟合法產品以外 我覺得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你要自己真的喜歡 自己真的願意再去整 然後不要為了別人去整形 像我有一個病人 他就是六年內讓我 手術了三次 他總共濃乳了三次 然後每次帶他來的 男朋友都不一樣 第一個本來是滴奶 然後就帶來 因為他男朋友喜歡滴奶 好 那就幫他攏成滴奶 結果第二次來 他就業務的需求 他需要F奶 所以好 我們就把它攏成F奶 最後一次大概是一年前 他又回來了 他的男朋友感覺就是 很溫柔的人 他就說 他就請我把它拿掉 就再把它拿掉 最後就真的變成避難 我覺得像之前 我完全沒有整形的時候 我完全是被男朋友嫌棄的 我長那麼帥 怎麼會跟妳在一起呢 妳那麼醜 身材又不好 身部又不大 然後腿又那麼粗 男朋友真的是會有點害死妳 可是我覺得 就是有他也好 因為我不是因為他我去整形 我是為了我自己才去整形的 千萬不要因為男朋友說 什麼什麼什麼 去做任何的事情 謝謝雪碧如此的掏心掏肚 謝謝歐醫師 有這種很怪的案例 不過我覺得其實 接受自己是還滿重要的 但是大概電視機前的 90%的朋友們 尤其很多人覺得說我都上了年紀了 我還有需要去做這種 這麼硬態的整形嗎 我還是想要開運 我還是想要讓自己變漂亮 或者是找對化妝師 我的這個眉毛化妝師霧的 還有中間化妝師給它修雜毛的 然後這邊砰砰機 化妝師打了一些修容跟腮紅 好 所以這樣子的這個開運妝 那我們就直接來示範看看吧 好啊 開運彩妝怎麼畫 趕快來看看吧 明星級的彩妝 主播怎麼開運找桃花 來吧 好 那我就先跟大家示範一下 其實基本上 我們的開運彩妝的重點 我會希望可以是放在我們 所謂的眉毛跟氣色腮紅的部分 大家有時候眉毛畫得好 精氣層看起來就會不錯 眉毛畫錯看起來就會衰衰的 我們基本上其實眉毛在臉上面 是有一個公式的 我們的眉尾 不要低於你的眉頭 所以你去看 為什麼我們畫的時候 眉尾基本上都是這樣子 然後長度也不要過長 因為過長的時候 有時候看起來就會下垂是衰衰的 怎麼樣叫不過長 你可以拿一支筆 稍微從鼻翼對著它的眼角到眉尾 剛好就是一條直線 這個就是針對你的臉型的比例 延伸出來的這個點 所以基本上我們眉尾 就是畫到這邊就是OK的 然後像我們眉毛的部分的話 其實建議大家化妝的時候 可以稍微從眉頭這邊往後帶 後面稍微重一點 那我們眉毛的部分的話 淋雨這邊我們就是示範一個 好的比例的一個眉毛 開運眉 對 開運眉 那我現在在小劉的臉上 小劉為什麼坐在我旁邊呢 我們要幫小劉示範出就是 NG的眉毛 怎麼樣叫做衰眉 基本上我們剛才講 那個公式如果你畫錯 來 我們畫得過長 過深 看起來頗有智慧 很像 很像浮露獸的感覺 稻長的感覺 對 你看 這就是我們眉毛已經超過了 我知道了 衰尾稻靈 對 衰尾稻靈 就是超過了這個標準的一個比例 然後又低於你的眉頭 所以基本上這樣子 你整體讓人家感覺 就會覺得過多了 小劉 你這樣子好像比較好看 真的 我們以後就這樣子弄它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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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喔 老師 你覺得我們這樣子的 這個彩妝方面的這個眉毛學 這樣子感到 OK 以眉毛相學而言的話 它有幾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要順 所以為什麼會說眉毛不要有雜毛 那我們在彩妝的時候 如果說能夠運用一些彩妝 把這個眉毛看起來更順的話 對運織當然有幫助 通常我們會希望 你眉毛可以長一點點 但是你前面你眉頭那邊 其實多出來太多了 感覺你的 這個會讓我感覺就是有點 這個俗稱的印堂發黑 眉毛很重要 因為有句話叫做 所以為什麼會說在很多的彩妝師 首先會先看眉毛 因為當眉毛很少的時候 它也代表一件事情 第一個 你的順功能不是很好 對 再第二個就是你本身 在很多一些想法上面 就會比較消極 接下來 接下來的部分 我們就來講好氣色 跟昭桃花的一個彩妝的重點 基本上要有好氣色跟昭桃花 主要就是讓人家散發出一種 粉粉嫩嫩 柔柔的感覺 所以我們在選擇腮紅上面 我們可以帶一點粉色調的 或是粉紫色調的 那我們可以稍微在上腮紅的時候 稍微沾取少量多次的方式去上 因為這樣子的話 新手這樣上腮紅的話 比較不會出錯 那我們可以稍微沾一點點 我要笑著給你散 要笑一點塗嗎 其實 因為很多那個 以前在太光說都是笑著上 對 其實不一定要笑著上 因為其實上腮紅 它也是有一個基本的一個公式 我們講說上腮紅的時候 我們不要超過這個 眉毛眉尾的外緣 然後也不要低於你鼻尖的下緣 剛好就是我們腮紅這個區塊 所以我們在上腮紅的時候 你可以針對這個腳稍微平上 它的這一邊看起來氣色就會好很多 我現在到小劉那邊示範一下 天啊 小小移動作大大的差別 真的 馬上開運起來了 我們現在就會示範一下腮紅錯的位置 如果沒有少量多次的話 顏色上比較重 然後你又沒有照著這個公式去上的話 你看它上鼻尖以下 Oh my god 然後又寬 天啊 你很像同男同女 它的整個人的臉的氣色 跟那個精神度 整個就會被拉低 確實 其實氣色真的很重要 因為在人像有分三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骨相 第二個是面相 第三個就是所謂的這個氣色 所以如果說我們平常能夠 多用一些彩妝 盡可能讓自己的氣色容光煥發的話 那本來對於我們人際關係 事業的這個發展就會有真相的幫助 對 那我們的開運彩妝 還有哪一個關鍵呢 最後一個部分 我們就是來講到我們唇彩的部分 氣色最主要就是顯示在我們的唇部 那所以為什麼女生出門的時候 總是說 我要先從包包裡面抓一支我的口紅 我才敢出門 因為這樣子的話精氣層才會好 那我們現在就在淋濟的水唇上面示範一下 那顏色的部分的話 其實只要跟你的腮紅 或者是你的眼妝 或是整個整體的妝容 是有一個搭配性的話就可以了 通常我會建議 如果在上口紅的時候 可以搭配一支唇筆 因為這樣子會比較精細 那上的時候 可以先從下唇最豐滿的地方 下第一筆 因為這個顏 這個時候色料最多 那我們上完之後 再往旁邊慢慢的暈染 就會看起來比較自然 那如果你的第一筆 是從最旁邊開始拉 有時候唇邊就會反而顯得太明顯 畫出來的這種妝感就會顯得 稍微消遣老氣 那上唇的話也是 我們從唇峰這個地方 慢慢暈開 嘴唇不就這樣子嗎 還能衰 現在來講一個NG的一個唇彩 基本上我覺得 女生如果一旦她在選擇顏色上面 不像是口紅 你跟你的整體的妝容不搭配的時候 看起來就會整個是很怪 比方說像曉得剛才這邊 她的膚色又比較偏健康 然後我又去選了一支 非常紅的口紅 然後你上得又非常飽和 其實看起來整個就是很奇怪 血盆大孔 很可怕 其實基本上那個顏色就是太色 真的很像是同男同女 對 她的陽公那個 很可怕 沒有膚色看起來更黑了 妳就這邊妳側邊見大家 對 側邊給大家看 這樣有水嗎 老師 蠻水的 有水 老師沒辦法可以說 不然太想認識你 老師有水嗎 老師 我覺得這一集 如果在明年的七月半播出來 效果應該是蠻好的 但我必須說 嘴唇在面相裡面也是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我們常聽到 比方說好萊塢的明星 安杰莉娜瓊 那以我們 對啊 大家就很想要有她那個嘟嘟唇 是 那嘴唇它代表是什麼 第一個代表你的人體關係 代表你的貴人運 所以常會說嘴唇如果太小 通常講話都會比較 尖酸刻薄 人際關係會比較不好 那還有再來就是說 嘴唇其實也很注重比例關係 就是我上嘴唇和下嘴唇 我大小不能差太多 那所以就是說在 我覺得在做開運妝的時候 這部分如果說 因為有人天生就上下不一樣 可是如果用開運妝 我把它密布起來的話 能夠把這部分的缺陷 把它填補回來 我們謝謝吳老師 吳老師的這個開運妝容 最後給我們總結一下 那我們今天的開運彩妝的重點 基本上就是按照剛才的提示 把眉毛 腮紅 口紅都畫好之後 最重要的重點就是顏色都不要太多 要找出自己適合的彩妝 就可以達到所謂的運氣好 開運彩妝 我們謝謝我們的吳老師 請回座 那我們就留下了看起來 有點需要關懷的小劉 所以今天其實我們從這個整形 講到了不用整容的化妝 其實最重要的 除了外表的改變之外 內性也要隨之調整 很奇怪 你看面相一改變 小劉現在看起來 心情就有點不好了 不準 就不準了 今天的健康整療 關鍵字是十足 十二 為什麼呢 做任何的醫美療程 請記得找合法的產品 跟合格的醫師 讓我們安心 安全 擁有開運的好面相 好啦 小劉還是一個熱觀開朗的 小陽光的小劉 你看一笑起來之後 就很像是我們那種 同男同女 或者是那個準備要 龍鈴龍龍鈴龍的那種感覺 它真的很不錯 然後你感覺可以來 跳個民俗舞 朗塞一下 朗塞 弄個扯鈴 對不對 立刻就活躍起來了 所以心態改變 這個是最重要的 我們就跟著雪碧一起轉 好不好 所以怎麼樣的美 都應該要忠於自己 那也不要過多 也不要過於誇張 像雪碧這樣子的 他也承認了不是很推薦 所以我們把極端的案例 給你參考了 把小資女也可以做的這種 小小的開運數 好 這個也交給你了 所以一定要學起來 也希望大家都能夠 上游新生非常幸福 恭喜大家 透過我們的健康零距離 又全方位拉近了 更健康的距離 我們下次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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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